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白孔 太沉重了 但我覺得 我覺得很厲害 很多人常講說 在音樂 音樂不需要文字說明 不需要解釋 感受就好了 很多藝術作品都是這樣 感受就好了 不需要多講多解釋 你說像譬如說像文學或者音樂 其實也是 把生活中 看到或是感受到的東西 把這個東西把它 具象化成一個 轉譯成一個 你說音樂也好或者是文字 或者是說劇場 對啊其實或是雕塑 whatever會畫 那個其實都是一種 可能經驗或者是 思考邏輯的轉譯 那所以其實重點是在於 轉譯本身這件事情 你有沒有辦法 怎麼講 我覺得那就是某種程度的理解 你真的很理解這個事情 你理解他看法 或者說這個事情 對感受到在你身上發生的 這些效益效果 然後你把它就是轉譯出來 對那我覺得他真的非常非常厲害 就是他描述這些 就是 要怎麼講 我也不是 音樂我覺得很可以講 不要像剛剛那段啊 對啊剛剛那段就是 早舊舊舊的事情 他就是 後來他在人泉園區做 做義工 那有很多人會來就是 可能來參觀來看 然後因為那個人泉園區有 就是名字的紀念碑 對啊 然後他可能就是 受難者很多名字就 啪啪啪這樣子而已 就是名字三個字 兩個字 三個字這樣子 對啊這段他這樣寫 他寫說 一些來園區的參觀者 從這些紀念碑旁邊緩緩走過 或者停下腳步 好奇的看著名牌上誰的名字 或且和一起來的同伴低聲交談 有一次 一位從國外回來的中年婦人 要我幫忙尋找他舅舅的姓名在哪裡 找到之後 他注視和觸摸那個名字很久 並且哽咽地說起母親家族的故事 遭遇以及曾有的害怕和痛恨 然後我覺得這邊最厲害 他經過長途的旅行 帶著自己的疑惑感情和思想 來到紀念碑的名牌前 他讓名牌上面的舅舅超越死亡 活了過來 對啊我覺得這個真是 他們這一輩人真的辛苦啦 碰到這種事情 辛苦 可是而且 但是他又是 就是這本 我覺得這個好玩的是 他其實 這個人真的讀非常非常多書 所以他其實遇到很多這些事情 他在回憶思考這些發生的荒謬不公不義這些事情 他也會舉例 或是說他會跟很多一些就是可能 歷史上有名的這些作家思想家 他們的東西結合 對啊那 就是說你其實是有花費心思心力跟受苦 受這個磨練的苦 然後你可以把他這個事情這樣子 書寫出來 書寫出來 對啊 然後我覺得其實跟詩很像 就是這幾句話 哇就是 他可以 從這裡就可以延伸變成一個劇本 寫一個電影其實 是啊 對啊 對啊然後這麼沉重的事情 還有非常多啦 對啊非常多 真的 這個很值得很大 這本主要的 是都他在人權人區的 他在人權人區 然後他還有去綠島 去綠島也是 後來因為這些地方 東東都被改建成就是紀念 那種就是可以參觀博物館紀念館 他也講到非常多很荒謬啊 就是哇把這個地方現在改成這個樣子 你有冷氣吹 他也有講到譬如說就是 就是什麼 餐廳 就是以前的那種食堂 就是他們被關 然後又去吃飯的餐廳那種 然後被改成就是 有 有冷氣 這樣子 蛤怎麼有冷氣 燈很漂亮 對燈很亮 然後什麼旁邊也可能有一些那種 就是裝 裝置 哇菜 有肉有菜什麼 哪有以前哪有這樣子 是 對啊他就覺得那個一切就是非常 魔幻很寫很荒謬這樣 你 你怎麼能夠 怎麼能 就是你這個你完全沒有辦法 完全沒有辦法 完全沒有辦法讓他們 你要讓人家體會什麼 對 你要讓人體會什麼 你完全沒有辦法讓人家體會到以前的那個樣子 可能也沒有辦法體會 但就是看到他怎麼 對啊然後還有他 他也有寫就是他自己就是 要怎麼講就是 他說他好像不知道哪一次在哪裡審判的時候 的中間的休息時間還是什麼 嗯 對還是審訊 反正中間他有一個休息時間他可以 到好像某一個 反正就是有點中庭這樣子 然後躺在椅子上面休息一下 然後看著天空這樣子 然後他是說後來然後他就是被審判 然後就被關被怎麼樣 然後 然後 時隔很久他要再回去找那個 對 地方那個建築物旁邊的那一條 那個好像長椅還是木椅什麼的 對 然後他在描述這個過程 找得到找不到 然後哇然後 旁邊的人沒有印象 就是那邊的有些警衛是沒有印象 不不知道 因為真的時間過很久 然後欸 我懷疑那我到底 那個是我的想像還是什麼 對啊 好像只剩這樣 記憶會錯亂 好像只剩我一個人知道 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建築以前是長這個樣子 沒錯 對啊那我以前的那段 人生那段過去又算什麼 嗯 但他後來有找到有人 就是也證實 對啦以前這邊是 起案的起案 後來怎麼樣改建 對啊這個是 記憶啦 就是空間的 空間的變化 讓記憶模糊 對啊 現在台北也這樣啊 很多啊 天橋被拆掉之後 我就不知道我走到哪裡 那個是 對 視線不一樣 對啊 天際線不一樣 中山橋嗎 還是中正橋 也不見了就 哈哈哈 找不到路 我出生的舊家 南京東東山山 舊家那邊也是整片通 都就是 都不一樣 都平了 就是拆掉他們好像整塊大塊 要堵根 我最後一次去看的時候 他還是 就剛好我們家那個公寓 那種四樓公寓 我們家那一棟還在 那旁邊那個巷子 都沒有 通通都沒有了 就是處在中間這樣 對啊 然後上面都半空了 就只剩下一樓好像 可能釘子戶還是什麼 就是一個咖啡廳這樣子 然後可是你要看到就是 旁邊那個公寓 那就是那個玻璃什麼 窗戶通通都拆掉 鐵門也都拆掉 就是一個空空的公寓 然後可是一樓有一個 咖啡廳這樣子 就這樣然後旁邊 就都是平的這樣 就很奇妙 很奇妙的事情 大概半年一年後 就完全不認識了 都蓋起來之後 視線都不一樣 對啊對啊 可是你看就是這種奇妙 然後這種魔幻 這個其實文字的 我覺得有時候 真的這個還是讀書 文字這個才 才很有這種感覺 哇那個 想像那個空間在你腦海裡面 沒錯沒錯 就像他說的啊 就是那個變化可能 如果沒有人記得 他可能那個存在感 就會開始很魔幻 嗯 你就會有點好像 是不是自己記錯了 對啊 對啊 其實像 像 我就聽說那個 我就聽過那個 實際師 實際生老師的課 他在講那個 他是有一個說法 叫什麼 我很忘記了 反正就是說空間的改變 其實是可以 截斷都市的記憶 所以為什麼 要蓋堤防 因為其實淡水河也沒有很淹水 就是日本時代其實就有堤防了 可是不高 不高 以前應該就是這樣子 但他夠用 就是你看得到河 但是後來整個台北的市 記憶就是 CMT來的時候 就是盡量要蓋很高堤防 就是當然也是一個海防 的反射啦 就是很怕外面的進來 裡面的出去 對 不想要看 讓人家看得很遠 不想讓人家看得很遠 那你看到很遠的時候 你會 原本你是 會想多一點 原本你是清水的都市 但你就完全沒有清水的記憶 這很恐怖耶 很恐怖 非常非常 地名也是一個嘛 馬路改名字 就記憶全部會斷裂 這其實還蠻厲害的啦 要學這個 這是怎麼 然後 他是架構一代 一代人的記憶 怎麼透過 怎麼透過宣傳 透過什麼 你看像譬如說 就是像講說 如果講中國 他們 就是 可能幾十年來 電視都在播的那些 譬如說他們在重新詮釋 什麼 抗戰時期 的這些事情 然後國共內戰的時候的事情 那他們有這個話語權 他們就是 就是 就這樣子 用他們的角度來解釋 很多事情實際上不是這樣 沒錯 可是你講久了之後 哇 慢慢就會被 然後就會覺得認為這事情 是那樣子 像台灣人聽力都一直不太好 學語言的時候 因為我們就是從小要習慣有字幕 就是他改變你的語言的時候 你要都習慣有字幕 像現在電視沒有字幕 我們都會覺得這個影片有問題 可是這個字幕是 我覺得是跟語言的 有關係 因為我們的語言是 我們語言就是 我們的中文語 你之前講到嘛 譬如說就是 要音調 然後字 同一個字可能很多 很多音 很多種 沒有應該是說 同一個音可以 是很多字 對對對 那你有些東西真的 其實你沒有字幕 你會 沒有這就是你 你已經被 其實沒有 對其實沒有 因為像其他的語言也是這樣 一定很多字是從 同樣的讀音啊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可能就是中文 很習慣的 尤其嚴重 我覺得是習慣 因為其實 我們講中國好了 中國其實很多節目其實也沒有字幕 只有台灣 真的 只有台灣 日本很多也是有字幕 日本也沒有 有一些 我們在看的時候才會有 翻譯的 對 只有台灣人在看的時候才會這樣 像我 我 第一次最大的反應是 去法國的時候 法國全部都沒有 然後就是 因為你本來也聽不懂啊 可是你會有一個直觀的不習慣 就是在畫面上的不習慣 就想說 為什麼從電視出來的東西是沒有字幕 那如果真的不是語言的 要怎麼講 還是說他 當時其實的確有一些 我覺得 當然當然一定有 就是要讓你學習 很快學習 就是華文啊 啊 可是以前的字也是這樣子啊 以前不也是 沒有 是 是 因為你要想 說日文的關係 以前 因為以前我以前是 沒有我說以前台灣是講日文嗎 以前台灣講日文 所以可能 你看到讀啊什麼 應該都是 就是日文居多 我覺得 應該 是 就是一個學習環境嗎 我覺得就是一個環境啊 可以讓你很快速的 進入某一種狀態 我忘記我以前好像有 我覺得這個好像可以查一下 蠻有趣 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台灣的 對啊 還是 可以查 因為很多很多眾聽 很多那個 沒有很多眾聽 很豪雅人士 這個國家很多眾聽 所以 你要這樣講也 也沒錯 哈哈 但我覺得你剛講到那個 你說聽力不好吵 我覺得其實台灣很吵 台灣 或是台北 就是沒有就是 呵就是 那個吵的 是說就是 聲音各種聲音各種 我知道 但我指的不是那個聽力不好 而是對語言的 catch的這件事情 學 但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這個東西會不會影響 其實會影響到你對語言的 會啊會會 就是我們語言學習能力很差啊 嗯 台灣人的語言你學習能力 真的普遍來講 是比較不好的 這是一種習慣啊 但很奇怪耶 你看其實就是 就是 要怎麼講就是 這個要怎麼說 但是可能像我們 因為從小 我們可以從小講台語的 如果從小有習慣講台語的 其實 這個彈性就好一點 就對啊 因為你 你即便沒有文字 你也是聽得懂 嗯 對啊生活中 我在跟你講話 其實我們也沒有字幕 沒有本來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是啊 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沒錯 嗯 那你你 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看啊 你回家看 看Netflix然後把字幕關掉 你會覺得那個畫面跟你習慣的畫面 是不一樣的 我不曉得啦 是啊 我自己是很明顯的是這個感覺 是啊 因為從以前 就連綜藝節目都會有字幕 對啊 手寫的 連綜藝節目都會有字幕 對 以前是先從 右邊寫到左邊 後來才左邊 右邊 然後那個手寫的 所以說 字有些大小 對對對 尾巴不太一樣 哈哈 哈哈 對啊然後但是像你去看 可能譬如說看 看劇 很多他其實也是 也是一定要都會有字幕 對啊 那就是設計嘛 因為 有些是因為 有些你要用唱一些什麼 那個的確會讓人家會有點 不懂 沒有 這就回來就是說 那個 老英為國 或者是 千生雞或雞生蛋的問題 就是你在 你看傳統戲的時候 其實也沒字幕啊 那為什麼傳統戲比較好懂 嗯 他們因為他們會注重 導音這件事 他們會讓你聽得懂 他們的台詞就是讓你 你有了電視之後 你有字幕 我就可以稍微 放鬆一點 嗯嗯 這個也是有可能 我覺得是這樣 之前你講的 要很快嘛 然後你一直要有新的東西進來 我有一個輔助的工具在 就可以讓我更有創意 講好聽一點是這樣 或者是說 中文有更難懂嗎 漢字這個東西 相較起來 那我要講的是 這些所謂記憶的階段 是全面的 就包括 你生活中的 即便地景的改變 其實他都是 然後你的語言 你原本講的是A語言 然後你要變成B語言 所以讓我全面的來 包括可能連招牌啊 連什麼馬路上的名字啊 連電視上 我全面的這樣子執行 然後限制你 比方說你台語能講的時間 對啊你的 所以你的記憶會被截斷 對啊對啊 你的 然後就 所以你的習慣你很多東西 就是都會 都會改變啊 就是原本原本以大道成來講 其實 河邊是很多咖啡廳 嗯 在日本時代的時候 然後唱片公司 很多那些 對然後還有什麼很多 使館 對 洋行啊 其實就直接都在河邊 你的合作案的邏輯 是有被建立的 但 這個 蓋起來之後 就是快速道路了 他就沒有任何文化會 發生在那個地方 為什麼不猜啊 我覺得很奇怪 其實現在很多圍牆 很多這個牆是可以猜 你說真的 的確有一些真的 颱風很大的時候 是不用這麼高啦 不用那麼高 不用那麼高 而且本來他們其實本來合 他們其實底價都有一塊 日本時代就有做提防 不高 因為這個蓋起來是 我親眼看他蓋起來的 我小時候沒有這麼高 所以其實都有 其實應該好 蔣萬安 蔣萬安 可以考慮猜一下 你又點名 沒有但我覺得這個視線會 差別很多 像我因為我家那邊 都市功能會差很多啦 我家那邊是大直 靠大直 靠那個什麼 你叫什麼 有環東大道 一塊是靠南港那邊 是環東大道 然後靠大直這邊 就是雞湖 什麼民水路這裡 那個也是啊 就是 民水路北韓路 也是一整塊 其實都是都是 核體擋住 對啊 我想找 我找一個畫面給你看 因為聖保羅炮艇 我有看過啦 以前我之前有看另外一本 有一本 就是前也是前陣子看 就是法國當時最早最早來 就是經過台灣的 他們來拍片 拍到的照片 沒有沒有 以前以前 你看這個 這個就這邊啊 我這邊看出去是這樣 然後 這個就迪化街 對啊 這個 這沒有多久以前喔 這五六零年代喔 他只是來 拍電影故意把它做舊 這就 這就是剛剛那個 這就 這就迪化街啊 剛剛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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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這樣 以前是這樣 以前是電影畫面 對 電影畫面 對啊 商船啊 交通船 真的像運河這樣使用 沒錯沒錯 這個少掉其實很可惜 很可惜啦 很可惜 現在就是只有一些觀光船 什麼的那種 這樣子 对 然后因为因为这个东西 其实你随着时代在变 他盖了之后 你现在把它拆掉 其实可能也没用的原因是因为 那条路的功能变了 整个那个空间规划的设计 已经变成那样 旁边的房子也都盖起来了嘛 所以 其实现在拆就是怎么样 就是墙内 有一种墙内墙外 没错没错没错 也创造另外一种空间的 的感觉 是啊 就是你在外面是一个开矿 空矿 然后公园 然后跟前面都市街道那个分开来 所以说就影响很全面啊 因为像我们其实岛嘛 但其实我们跟海洋不亲 我们没有海洋文学 我们没有所谓对洋流的认识 然后语言里面其实也 已经找不太到所谓的航行跟海洋 对啊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就是你求安定 然后你求以前 求大求稳定保守 对啊 对啊 你你你被你被你像像你跟我 我们是被灌输成一种北方的浅浅意识 我们我们望向祖国 你知道 这个我觉得真的真是太扯了 你看你这么 我后来想 你颜色这么暗 你是你比冲绳还难的人 然后结果你穿的这么不缤纷 你知道我们是一个 如果我们是一个岛伯 我觉得我们不是这个样子 但那个就是很潜在 很简在很绵密的一种 让你望向北方 望向祖国的这种气质 那讲北方话 现在这种 是是是 但没有不好哦 我的意思是说 他是一个继承世事 对是一个继承世事 没有不好 但我们要理解啊 我们要理解啊 这个东西是为什么来 然后其实 那未来是要什么 就是这个就要想 对啊 就是理解你 未来你可以选择啦 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选择 应该要 怎么走哪里 而且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好 就是说 怎么讲 就是 你就丰富了 你去原本的东西 其实还在 藏在很多地方 这就是我们 我们台湾的某一种优势 我觉得还是要正面看他 就是说 我们真的太丰富了 应该这样讲 我们也有眷村啊 有啊 别人根本不知道 眷村文化的好 对 然后你看以前 就是我之前看 有一个香港陶杰 他有点就是 蛮保守 精英主义 陶杰是什么 有一个 有一个 反正就是一个 陶原捷运站 不是不是 有一个人 香港人 那他 他 他其实是英国人 哦 那他有讲 他讲到就是 啊 是不是一个YouTuber 他是作家 我说人家访问他 他就讲 他就讲说 台湾 这其实也很多人讲 其实不只他讲 很多人讲 就台湾在400年前 嗯 他就是全球化的标杆 嗯 因为台湾以前做的就是 是 鹿皮啊 做什么 很多这些生意 然后 荷兰人来 然后跟 公司 跟当时的 经济 当时的就是 明朝 汉人 然后海盗什么 这些就是海上贸易 然后 你从这边公司化经营 然后往东南亚 然后往欧洲 往哪里去 这个就是 400年前 就已经 台湾已经 其实就是一个 全球化的 商业的枢纽 嗯 没错 对啊 这样想象 其实 对啊 那这些东西 其实 其实一直以来 应该都在这里 是啊 那那个意思要被 连贯起来 连贯起来 要把他连贯起来 因为我们 我们 同一个空间的生活 任何 任何一个人 在同一个空间 空间里面的生活 他的历史的连贯性 其实 老实说 也是某一种选择 嗯 他不见得会连贯 因为他有时候 也会刻意被截断嘛 比方说 我就是清朝 我就反对明朝 或者明朝 反清复明什么的 他是会各种阶段 但是 落脚的这个个体 他怎么样去观看 这个历史的连贯性 我觉得 要去稍微强化一下 这件事情 因为通常会截断的 都是其他比较大的力量 不管是教育也好 或者他是在灌输你 但 现在资讯这么开放 我觉得要 每个个体 都可以找到一个 自己的连贯性 是很重要的 真的就是要多读历史 对对对 然后你刚刚前面讲 我觉得做音乐也是一样 当然 多聊也是 做音乐也是一样嘛 你刚刚讲到 探索边界 就是对啊 你不能只是 我只是单纯 只是 没错 练习 对 但探索边界有两个意义 一个就是你从爱来 一个是你要往哪里去 这个很重要 现在其实蛮多年轻 怎么讲 就是 就是像我觉得我在台上讲的时候 因为你有这样的历史众生的学习经验 我是谁我去哪 对啊 这个很多 我是谁我在哪我去哪 你们要干嘛 对对对 哈哈哈哈 我要干嘛 对对 我可以干嘛 对对对对 对啊 所以这个东西的确就是 讲得好像太很正面 不会不会不会 勉励勉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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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嗯 就看得到那個 好 就我們沒有的東西 我覺得在他們身上有看到 就很很清楚的那個 就是音樂啊 Play啊 很多做製作啊 這個都是 很清楚要這個 要這個要這個 然後 你說 你說有時候 欸有些老派 有些Fashion嗎 但對他們來講不是 就是老派是從我們的 觀點去看啊 這個我們小時候聽的 可是可能對他們來講 就是欸 那是一個過往的經典 像我們現在如果 回去做Bebop 對啊那個 那個那個概念是 就不一樣啊 不一樣 然後對他們就是很 自由自在的 使用這些東西 很好 期待啦 當然期待他們 就是 那個縱向的連結的期待 就是像我們 我們也很希望 我們我們 我們都要看我們的長輩嗎 嗯 那我們也很希望說 完備的這個連結 就是因為那個就是 整個台灣的 所以我是誰 對啊你有在戴啊 對啊 這個其實要戴很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 我盡量盡量 我還也需要人家戴 一塊一塊一塊 一塊弄才會有趣啊 是啊 才會有很多不一樣的想像會出現 因為 未來是什麼其實 也 也 不可能全面知道啦 不可能 對啊 邊摸邊推邊搓才會曉得 那你剛剛講你最近 在看的書 手機 啊 我現在都電子書耶 我現在 我覺得實體還是好啦 當然 因為電子書其實 眼睛很快也會累 真的是 對 我看到 我最近 我剛剛有講一個 我那個大道成日落啊 哦 對 他這個小說 後色小說 然後他是在講說 國共內戰的時候 其實是國民黨 欸是 是共產黨輸了 然後共產黨逃來台灣 然後在台灣就是 在共產黨的體制下面 台灣怎麼樣 台灣怎麼樣 然後發生了一個凶殺案 然後這些警察或者公安 他們怎麼工作 然後怎麼看 所謂的國民黨在中國 怎麼發展 那樣 嗯 蠻特別的一個 視角 那怎麼說 就架空歷史 或是科幻 這個其實 對對對 後色 其實很有趣齁 是 那然後有一個這個 安琪老師的書 在講金句的 嗯 對 對大概最近就是這兩本在那邊 翻來翻去 哦然後有我在 我看了一本很老的書 叫原 原野物語 日本的 原野物語 十語 他是柳田國南 這個應該是幾百年前的書 然後他裡面 我覺得你應該會喜歡 他的故事都這麼短 我以前有聽過這個 就是 就是收集一些民間 有點像聊三 對啊 就跟你寫的那個 什麼轉身 轉行不如轉身 有一點欸 異曲同工啦 齁都很短那樣子 但他就是 那什麼 智 對 地方智 風土智 對對對 但就是他的 他的筆調有點冷 就是 他就把事情記下來 記實這樣子而已 但就是 我覺得還蠻值得 變成一種idea 看怎麼發展 那樣子 然後 大概四本吧 然後再來就是 王偉忠的傳記 哦 他 他其實 他的閃文啦 半滅雀 王偉 他對我們這一代的 他對我們這一代的 你說做藝人 對 影響很大 影響其實非常非常大 他真的是教父 不用說 你要說 你要批判他的 可能背景 或是什麼 會嗎 需要有嗎 我覺得也有人批判 但是就是 可是你就跟剛剛 你講的一樣嗎 就是無可避免 他還是就是 就是我們成長中的一個養分 他架構了 架構了我們20年以上的生長 對啊 綜藝的美學 或者是說方向 對 審美這些東西 然後我喜歡他 這本書的原因 是因為其實他講了很多 他的生活裡面的事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很多 像可能 郡村以前的生活 那些記憶還是會被叫出來 因為我們的 我們小時候 我啦喔 我小時候生活 其實也是會有這些符號 一定都會有啊 類似的 像小朋友 跑來跑去 然後打架 我們鄰居很多 有好幾個湖南的先生 都跟我爸生活很密切那樣子 所以這個都不知道 我覺得是我背的 就是六年級 前段班的這種 還有很清楚 戒嚴前 戒嚴後 七年級也是有一點 嗯 這種時空的感覺 對我來講很 很 recall 所以就是這幾本 最近在翻那樣子 然後想要 想要買一個比較好看書的平板 這個真的很痛苦 可是他很方便啦 因為這個是手機而已啊 對啊 你如果大一點Kindle Kindle是黑白的喔 可是那個讀起來就很舒服 因為你像這個手機 它其實彩色藍光亮 它比較亮 所以其實眼睛是比較吃力的 眼睛已經不好了 還這樣管 對啊 好我考慮一下 身體啦身體 身體要酷 身體要酷 講到身體最近 太多人 太多人身體有問題 對啊 然後你說真的 你看秋群那個我真的嚇死欸 我聽他那樣講 就是 而且我覺得又是做 像類似他們做這種 就是 反正就是都在電腦前面 對 那個一下時間感覺 或是你就是你身體就不會動 對 沒錯沒錯 像我現在都還是很常去爬山 我等一下下午 應該還是會再去爬山 就我家後面金面山那裡 你又又去嗎 他不會 這我也就環肉 欸拉一下拉一下 拉不動 拉不動 我越講要幹嘛 他越不幹嘛 好那至少 上過來也沒有用 至少我覺得推薦他 我們可以一起爬山 因為我也是很懶惰人 但 因為他要做新唱片的 我覺得其實他要調整一下 我在這邊那個 真的需要在這邊 公開下贊帖 對對對 扣一下理會 真的 其實人真的要啦 人真的要 你動完了之後你回去 你要工作演出幹嘛什麼 你會覺得根本就是更有 力氣啊 是是是是 我也要檢討 我也是 我也是運動太少了 但我覺得理會我們可以一起 真的 製作人 叫你每天騎腳踏車 一起來一起來 其實可以可以騎腳踏車 從這邊大多人騎到我家 對對對 還行還舒服 對 然後你看視野什麼寬廣這樣子 現在也不熱了 至少 至少這個一點點這樣 從一點點開始 對啊 因為他要開始做製作 我其實已經開始有些想 這禮拜應該會空你們聊聊 有一些 有一些比較特別的連結 我想要跟你們討論 嗯 好啊 他那些作品我其實也都拿給蠻多一些朋友聽啊 對 其實不錯 其實很多東西是有 有可能性 有空間 好聽idea好 對啊 對我想要先 先 先 用一種 先行版的邏輯來連連連看 可以可以 好啦 期待 再來 再來 的作品這樣子 一定要 因為我們 往下計畫 好 好啦 差不多 好喔 這一集 先到這裡了 好 下次見 拜拜